现在让我们重温一下胶筑混凝土施工程序的重点。 用混凝土泵的时候,要确保泵车平稳,运送混凝土的管道已经连接好并且稳固地安装妥当。 用塔吊运送混凝土的时候,要把翻斗的安全杂关上,再重量也要配合运送的距离。 较大的构建,要以层叠的方式分层地胶筑混凝土。 所有胶筑混凝土的程序也不能够加水,不可以用震管带动混凝土,还要当心不要把暗管震报。 平台的工作缝要留有止水袋,要确保法轮套管和流孔位的周围胶满混凝土并且震脱。 浇墙墙和柱头混凝土的时候,要先浇高度约300mm的混凝土封角,才可以用震倒棒震脱。 要清除混凝土的级别,千万不能浇注错误。 所有混凝土要有足够的养护时间。 在建筑工堆里所有的工序,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。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,最重要的是,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,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。 齐心合力,上下一心,提高房屋的质量,为人为己,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。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式。